我們看到就是昨天李強在人大報告 他只提統一 但去年他曾經講過和平統一 和平這兩個字被消失了 這是不是代表對台灣他們的態度更強硬 因為今天還有其他的報告 我希望您用一分鐘來簡單回答我 我們如果回顧比較長的歷史來看 大概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大概都以反途做優先 如果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就希望統一做優先 大概在這兩個裡面做主軸上的區分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也來理解一下 他是不是跟過去一樣 或者是他有特別的用意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沒有辦法俱下論斷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跟著所謂的實施的態度 趕快做一個因應的措施 你剛剛講的 對不起 主委 你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都是意識形態的部分 今天您是全民的陸委會主委 我是全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我們不應該站在哪一個執政黨的面前來談論 國家安全的問題 還有全台灣2300萬人民安全的問題 所以本席建議就是 現在的兩岸的這種惡意的螺旋 持續的升高非常的嚴重 其實這不是好事情 對於政府 所謂的政府就是全民的政府 不是哪一個政黨的政府 不是嗎 對 我們都同意 所以對於政府你們應該是有責任 要來降低這樣的危機 這才是全民的利益 對不對 好 同意 謝謝您的回答 今天呢 我就對於今天的專案報告 來做對您的詢答 就是我們好不容易等到新冠疫情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去年11月交通部原本規劃在今年春節 就要恢復旅行社主團付旅遊的具體內容 按照不管是陸委會的報告也好 交通部的報告也好 觀光署的報告也好 你們總共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因為逆差的問題 對吧 第二個就是改變了N503航路運行方式 因為你們考量整體情勢 不利國家的利益 然後還有第三個是用反間諜法 因為反間諜法會造成國人到大陸去 人身安全的風險增加了 然後呢 我們是沒有有效的機制 可以處理這樣的因素 所以呢 你們就暫停了這個陸入主團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覺得有一點納悶 就是這個納悶就想問一下你們 所謂的反間諜法的原因 不是在現在就有嘛 對不對 那六月前到大陸去的 不管是組團 不管是自由行的這些人 難道就沒有所謂的人身安全風險嗎 所以我們的陸委會 多次在我們的例行記者裡面 對 一再地召告國人 大陸他整個法法律的制定 所涉及到的 不是只有這些啦 如果更早期 包括他的所謂的數據安全法 你在那邊 如果上網上他們的這個相關的單位的數據 也可能會涉及到相關的法制 變成有效的機制是什麼 我們本來就有機制在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有效 那現在有效的機制是什麼 但是就是過去 我們按照過去雙方協議的機制 好 所以就是兩岸要互相的和善嘛 對不對 兩岸彼此的要和善嘛 所以要和善了之後是最重要嘛 所以不是這次阻止陸團 不是因為所謂的法界點法嘛 所以我不接受這個部分 這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不是因為這一次六月 這個的原因嘛 所以外界一直因為 為什麼你們這次會片面的宣布 你的法律基礎到底是什麼 好了 我們今天終於看到了 我們的觀光署是說 找到法律依據了 這個法律依據是發展觀光條例第53條第一項 以及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9條第19款 因為這樣子的法律因素 所以呢 旅行業者 你們就必須要付管理監督之責 然後你們必須要有損害國家利益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 觀光署就事前通知我們的旅行業者說 你要保護國家利益 所以你就必須要暫停 請主委您休息一下 我們請一下交通部 謝謝 請暫停我的時間 謝謝 時間暫停一下 好 來 請問一下交通部 不管是次長回答也好 副署長回答也好 我們的旅行業者組團到大陸 到底他破壞了我們國家利益的哪一個方面 你們要用這樣子的條例來告訴我們的旅行業者 維海國家利益是綜合考慮 什麼樣的綜合考慮 我今天只看到你說逆差的問題 剛剛報告的 對 逆差是以下的 好 我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您的回答還是逆差的問題了 我找到日本觀光局公布的數據 我們看一下 按照這個數據 日本這個僅僅第二季的人均消費 17.68萬日元 也就是相當於3月3號匯率 新台幣37192塊來計算的話 去年台灣人去日本旅遊的人數 大概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千多億耶 然後呢 我們去大陸只有800億 這樣子 按照你們這樣發展觀光條例的 53條損害國家利益 你剛剛所謂的逆差 交通部是不是應該要禁止台灣旅行社 組團到日本去呢 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如果你們的概念是如此的話 本質上是日本的政府並沒有禁止他的國人來台旅遊 但是如果你用逆差的這樣的概念來說 這樣逆差的話更大啊 如果政府的態度是開放的 那這個就看 好啦 所以你不能講逆差嘛 所以你就不應該把逆差列為國家安全嘛 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國家利益的話 這樣的逆差的話 日本是更多啊 所以你們應該如果是國家利益 那你們應該有效要來提升這個部分 而不是用國家利益 用你們的觀光條例來阻止我們陸團去嘛 所以我也不接受逆差的問題 好 因此你也不用再回答我了 陸委會和交通部禁止台灣旅遊 業者組團去大陸觀光 我要問的是請主委也上台一下 這個決策過程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會議紀錄 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這個三個報告的決策會議過程 好像都是講這三個 我要請問你這個決策過程有沒有會議紀錄 是你陸委會自己決定的還是行政院跨部會決定的 在去年的八月間 是行政院跨部會嗎 跨部會就是剛剛有提到了 那跨部會的成員有哪些 剛剛他有提到報告裡面有提到 有我們陸委會交通部跟經濟部 因為我們還設計規劃 那國安有沒有進來 商務 那當然其他單位其他相關單位 那最後拍板決定要暫停這個陸客組團去大陸 到底是國安會決策的還是蔡英文總統決策的 還是520就要就任的我們的賴清德總統決策的 因為去年八月的時候他應該在忙著選舉 沒有管這些事情 所以去年八月的時候你的意思說 蔡清德總統不管這件事情 但是您剛剛在這邊宣布就你的覺得好像說 來這邊觀光然後會影響我們的選舉 這好像選舉也是在你們的考慮之中 那是剛剛委員提到的是11月的那件事情 所以讓你有時間澄清一下 所以您再講一下這個行政院的跨部會有哪些 有哪些再講一下 討論完了就是說這三個部會 有哪些 有陸委會 陸委會交通部跟經濟部 那還有幾些相關的 相關是誰啊 再講一下 國安單位嘛 比如說移民署也好 或者是這個 因為你今天的會議 國安局也好 我的那個 我今天請你們報告的這個名稱 就是決策的內容 你們今天也沒有告訴我 好不好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今天專題報告是決策過程 但是呢 我們用在你們三個單位裡面也看 沒有看到決策過程 然後做了這個決策之後 到底有沒有做過全面的損害評估有沒有 那 今天的報告也沒有看到 對 那基本上把結論都已經告訴各位了 沒有啊 影響評估損害評估 第一個不對等嘛 第二個呢 實質的利益 實質的利益 你講多少 第三個其他的部分嘛 包括剛剛提到的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損害評估不僅僅是這個三個大項 還有國內的損害評估啊 對對對 你們沒有啊 對不對 剛剛不是剛剛提出的那個數據嗎 就二月 你們在報告裡面沒有提出 如果今天沒有委員在這邊質詢 是不是就不提出了呢 八月是要開放 所以原則上 基本上是朝正上的方向去理解 但是只是說 一直發展到二月六號 好 主委現在我時間到了 我今天就我在這邊質詢的這個 我的立場 我下一個最後的結論 我的結論就是說 你們這麼樣粗糙的政策 我認為 就像我昨天的總質詢一樣 不管我們的政府做了哪一些錯誤的政策 你們都不願意收回 因為我覺得就是故意的 這個故意 是讓我們旅行業者 當作兩岸的對抗的炮灰 我覺得這樣不妥啦 好不好 謝謝 我想我們也有很多的委員可以 我認為不妥 這個 希望他們如果希望 大家能夠更加和諧的交流 我覺得 主委這也是你的工作 不要忘記了 那我們也努力了 好不好 我們盡量大家努力好不好 共同努力 尤其是您喔 您更重要啊 好嗎 謝謝您今天的質詢 好 謝謝高經委員 這個請相關的單位 針對本案的決策過程 提供相關的書面資料 還有以及這個衝擊影響評估 提供給本會委員 以及高經委員做參考 以上